6月29日,高云翔性侵案宣判,高云翔第二次申请保释成功,但已给其主演的八星船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。 有媒体爆料称,片方唐德展开自救,包括用李晨换脸高云翔,特效费用预估,将高达4000万人民币,据悉,高云翔也确定与片方签署了道德约数条款,根据条款,他将要向片方退回他的全部片酬,并赔偿巨组的直接经济损失,包括赔偿金、违约金等,有传闻称,加上退还片酬。 高云翔此次涉及的总赔偿金额,在1.2亿以上,电视剧八星船,可以说是命运多传了,第一次被革止是因为被举报,第二次快上线了结果,高云翔又出事了。 八星船最新的计划是让李晨绿幕重拍,然后将高云翔的脸抠掉替换,相比较于将其他演员召回重拍,这个计划更具有可实行性,此技术之前就曾用过于传奇大亨,中将原来的女主韩国女星聚会善替换成贾青,贾青就是用抠图方式全程。 好老板,有点像太多佳的瑕疑水BOC。 对不起。 对不起。